新二代孙安佐日前在泰国护麻后 闯入民宅漏臀部 被屋主报警驱赶 消息5月31号传回台湾 引起大众关注 对此孙安佐的母亲迪英受访称 阿奶把孙安佐带去泰国 帮四海帮子萱做翻译 却一亲别恋 让儿子失控脱绪 迪英解释男女分手正常 但阿奶住孙家五年 内裤是迪英洗的 却一声不响就搬走 只能怪儿子没用 截稿前阿奶尚未对此回应 明星夫妻党孙鹏 迪英的独子孙安佐 在报争议 传在泰国护麻后 闯入民宅漏臀部 屋主下的报警 目前双方已和解 不过消息传回台湾后 孙家惨遭外界批评 根据一篇新闻网报道 迪英说 孙安佐透过前女友阿奶 认识四海帮子萱 因此在泰国被下骨 孙安佐遭关两次 曾进急诊式精神病院 迪英飞往当地后 抱着满身试伤的孙安佐大哭 5月9日 姜儿接回台 再付2万多块医药费 迪英称 孙安佐返台后 向重协班 带去身心科治疗后 也接受男星阿西的老婆 詹玉琴去鼓 孙安佐 5月31日 也在现实动态 发出面无表情 看向镜头的照片 表示家里的人有病 还被怪罪 在前女友身上 我好可怜 是不是有跟她讲说 某月某号 要来学校扫射什么 然后我就说 有啊 可是 我只是跟她开玩笑而已啊 那个警察就说 嗯 没有问题 没关系 不知道我们几个问题 我们就放他走了 当初在美国某一天 然后下课的时候 我就看到朋友 我当他是朋友 然后我有一个不太好喜欢 就是我很爱讲干话 然后我讲了 不太该讲干话 对 就是我说 我5月29号的时候 要来学校扫射什么 然后我就看到他吓到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看到他吓到这表情 然后当然 他一下的时候 我就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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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just kidding 就是 我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 这样 就一定要讲 不然他以为是真的怎么办 没想到他最后还是以为是真的 但没有关系 我承认我不应该开这种玩笑 毕竟在那种时候 美国是处于一个很敏感的情况 我跟他讲完 我只是开玩笑之后 我就回家了 对吧 然后他马上就跑去跟老师讲说 就是他说他要去学校扫射 他们好像当天就报警 于是我隔天 我正常的到学校 然后一进教室的时候 我就发现 校长就进来门里面 然后就说 Son Ed we're here right now 但那时候我没想太多 所以我就好 我就跟他出去嘛 对不对 然后边走的路上 他就问我说 诶 你是不是 你有在用学校的那个置物柜 我就说 我没有用置物柜 因为我都喜欢 把东西全部都塞到自己包包里面 总之校长后来就带我去办公室 办公室进去之后 刚刚一个小房间门打开 天哪 你知道那小房间里面是什么吗 大概有五六个警察 然后全部都武装起来 然后手拿拿枪 然后我说 Oh shit What is going on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不过没关系 我们就坐下来谈 所以他马上就开门见山问我说 你是不是有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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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跟他讲说 某怨某好 要来学校扫射什么 然后我就说 有啊 可是 我只是跟他开玩笑而已啊 很小的时候 爸妈都叫我说 做人一定要诚实 然后那个警察就说 嗯 没有问题 没关系 我们都知道你大概不是认真的 所以 你只要填完这个笔录 回答我们几个问题 我们就放你走了 也许你还可以吃个午餐了 对不对 我就说好 所以我就很老实的 把笔录什么 全部都做好 反正我全部笔录都做好 我也老实的成功 我笔录一做好当下 他马上就说 OK我们现在以恐吓威胁罪 逮捕你 我相信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大家就 蛤 那个说 不好意思 可以 请把你的手放你后面 我妈要 帮你上考 这样 我就 嗯 OK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有点 懵逼的状态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至现在这个情况 呀 我就这样子被带走 当初为什么美国会把他看得那么严重 那就是 当然也是因为我家里面的东西嘛 什么子弹什么的 我觉得 那就只是一个我的兴趣而已 就是毕竟我很喜欢运动设计之类的 但我相信 任何人有我这种兴趣 刚好又说了这种干话 刚好又全部都被记录下来的话 我想你应该很难不把他联想成是一个 有神经病或准备要干大事的 但后来我也没事 我觉得 对我被关了几个月刚好 但我后来还是回家了 台湾的人看到新闻媒体上报纸说 哦台下有一些内容把网纸上 哦他说了这句话 哇 如果我是看新闻的人 我也会觉得刷判所可能真的要发疯 毕竟一般人就不认识我 也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 两年的侦查终于结束 结果就是检察官想以未遂制造枪械起诉我 我在美国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被起诉未遂制造枪械 不过就像我刚刚讲的 不管事情发生什么 我都会接受的啦 当然我也希望结果是好的 没有人希望自己被抓去关 不过这就要看法官是怎么决定哦 拼到饮料店 学业 当然照样继续做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 或者是担心我说什么 啊安卓会不会颓废沮丧什么的 相信我 我不会 OK 你能做的事情只有把 你现在该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OK 有一小段是我有被安全带惹 他 眼泪都爆累 然后 微血管直接爆掉 大家好 今天很特别就是来大家体验一下什么叫做中部最有名的都市传说 鱼鸭鸭 EA5 鱼鸭 鱼鸡 就算是一個很有成功者的特質吧 但有些時候又有點太偏激 導致之後惹上一大堆麻煩 所以我在演他的時候我也覺得 演的真的還是 他很像我 在某些方面我覺得他很像我 但他又更偏執一點 更神經質一點 如何揣摩這個角色的這個個性 其實就是角色功課要先做好 你要先非常清楚知道這個角色定位在哪裡 你上戲的時候就很輕鬆地演出來 拜託你不要求求華儀我求求你了 你也知道說這個帥厲害了 不然他上照不然還要害死我罪了 老實說我連會上大螢幕這種事情 我都沒有想過這樣 就是突然就一個機會 就OK 那就上大螢幕囉 我覺得恐怖片還不錯 就是因為你以前都是在台下看的人 你都不知道他 就是實際上是怎麼樣 我覺得實際拍下 我覺得演電影是一件 蠻酷的一件事情 那帖媽在拍戲之前 會不會給你戲劇上面的一些指導 那也不會耶 因為第一個我演的角色 跟他們演過的角色又不一樣 第二個裡面是演一個YouTuber 一個YouTuber該怎麼樣 不是我最了解的 至少我家裡面應該沒有人比我更了解 一個YouTuber該有的樣子 其實是他在裡面拍的東西 跟我日常拍的YouTuber的東西不太一樣 但我也覺得我自己一個人應該就可以 把這個角色做好這樣 不太需要問他們 那爸媽會去現場頂場之類的嗎 一兩次而已吧 因為我去看 那也不會特別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不太喜歡 我在做事情的時候 本來別人在旁邊 講一大堆東西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能做得好就OK啦 那就您自己本身而言 你會怕鬼嗎 我覺得我不會耶 並不是說我不相信鬼 這種東西 我覺得可能有吧 只是我第一個我沒有遇過 第二個我覺得沒有看過的東西 就沒有必要自己嚇自己這樣 戲的這個環境當中 那個氛圍你會覺得 不舒服或是害怕之類的嗎 我會覺得很猛嘛 就是你就看幾百多個人 然後跑來跑去 就只是可能為一個鏡頭 一個景這樣 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東西做好 我覺得很厲害 比較不會有那種覺得恐怖什麼 因為 我跟你講就算真的有鬼好了 幾百個人在那個現場 你也不會覺得好恐怖喔 因為我回飯店的時間 都比較晚一點嘛對不對 有些時候在飯店走完的時候 哪一場戲喔 有啊 有一場 我自己的那個 單獨的戲啊 就是個人的 然後我們為了那場戲齁 同一個東西齁 我們拍了大概三天這樣 三天都是拍一樣 一個在我在車上的戲這樣 對 我覺得很猛這樣 因為那時 它有很多我的特寫之類的 它至少拍了大概六七十個 同一個鏡頭吧 有一小段是我有被安全帶勒這樣 那一段其實拍滿久的 拍了三天 都是拍我被勒這樣 我那個時候也非常的 或我出去 我覺得可以這樣講 因為那個安全帶勒 其實是我自己在勒我自己這樣 如何要呈現出你被勒得很痛苦 與其用眼的 我覺得實際上 真的用力勒自己 那個感覺還比較好一點 我那個時候很猛啊 因為當然說 要有那種被勒的感覺 所以我就自己掐自己掐 眼淚都爆勒 然後微血管直接爆掉 連續拍三天啊 我臉上都是一點一點一點 很像黑色一顆一顆 很多人以為是粉刺 不是不是 就是細小微血管 在我皮下面全部都爆開這樣 因為勒太久了 勒太用力了 一個鏡頭拍的六七十是那個心情是怎麼樣 我覺得累了 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拍那麼多次 不過雖然有這種想法 但我還是每一次都很用力勒我自己這樣 所以勒到我最後就是臉都染掉了 最後來聊聊 你對於鬼神的態度是什麼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你不要惹他 他也不會來惹你 就這樣子 通常你不去惹一個人 別人也不會無聊去弄你 不用太刻意去害怕之類的 毒死你 毒死不強 啊啊